泰国一个充满玄奇神秘色彩的国家 这一次频道将带领各位观众前往找寻神秘酱头师 你不曾看过但却最真实的音牌及音料制作过程 找寻泰国闹鬼频传的恐怖绿屋 更有令人叹为观止的千年遗址 披麦时宫 以及透过与看守人员不断沟通 才能在深夜进入拍摄的世界遗产 帕西桑必市 这座古老寺庙 地底暗藏许多珍贵宝物 但却传闻有神秘力量在诅咒窃盗者 曾经有一群窃盗者将宝物盗出后 在一夕之间权术丧命于此地 接下来请跟着镜头踏上冒险旅程 哈喽大家好我是Den 拉拉兄 好我们终于来到泰国了 那这一次我们的第一站啊 全哥就是说来到这个娜娜庙 就是当时在泰国啊 算是一个蛮有名的女鬼 对 我也是第一次来这个地方 那鬼妻娜娜其实她形式有点像我们那边的姑娘庙 像那个陷宝妈一样 哦对 她一本故事就是一个女生 然后反正就是跟到后来 她变成一个很有怨气的一个女鬼嘛 然后被泰国高僧阿战多收服之后 化解她的戾气 然后开始就是让当地人开始去拜她 然后去供奉她 对 那泰国人非常喜欢左宫的 所以他们很常会拜一些 呃类似我们的姑娘庙 他们也会拜像芭蕉镜阿 或者拜祖 因为他们是万物有灵论嘛 那像现在娜娜庙你看整个已经发展到 已经变这么大的一间观望庙 对 那其实她也是为当地带来很多观望所有的 对 因为其实我们来之后 原本我的想象中是以为 她单独就是一间娜娜庙 但是结果来的时候发现 其实她这里有点算 已经变成扩建到很大一个范围 所以待会我们就是要透过翻译 就是全哥这次有请翻译 然后请她带我们到娜娜庙的正殿这样子 因为她四周围这边其实有一些是拜佛族 都是拜佛族啦 你像是有个星奇佛的吗 对 什么佛 星奇佛就是 泰国我们是看八字嘛 对 然后泰国他们是看那个星奇迹 对 然后每个 那个 每一天都有各自代表的播出 然后就像刚好这样子拍过去 那我们现在在那个水龙跟大力女很前面 那我们可以看到大力女的正前帮这位 然后把她的头发拿起来做树袭 所以我这就是大力女的 她其实就是我们地球 我们的黄金后土的后土 这个地球 她的一个深刻画的展现 那当初佛族在入道的时候 她也是在旁边帮佛族做入罢了 这里跟我们在拜鬼才神有点像 你看几乎都是用黑色的东西 这是给你拜拉虎的啊 这个是要给... 拉虎那边 哦就是信仲要拜拉虎 她帮你准备好 对对对对对对 就她很多庙他们这边都会直接有套族啦 哦直接帮你配套好了 对对对 了解 其实...其实庙宇她到最后就是要一直扩建的话 其实像这样子有时候会被说是比较商业性 可是你说商业性她也是给这边的人带来的收鱼 对 这边原本她当地其实也... 她还算是曼谷的天交 嗯 可是因为我们都知道你一个地方如果她没有发展出来 麻烦起来 对 他们就会出现很多的神迹事了嘛 对 对啊 那你说她变商业 可是人家要吃饭了嘛 对啊 这边人知道她生活条件变得平行好啦 嗯 其实她主要还是有灵验的 对对对 不然也不会有人愿意偷钱来拜拜啊 你一个宗教要能够走得久 一定要视线神迹啊 对对对对 你没有出现过神迹 或是出现过鬼通三小的啊 人家怎么会信 真的 对啊 对啊 不是说你盖了一间就会有人自己来了 对啊 对啊 就是露汤 嗯 嗯 这边就是以前就是有这种 这种树是 全部都是有很多这种树啊 就是这边就是 呃 买那种死的人啊 这边 全都是这边 哦这边这也是一个坟场 对 像我们站的也是全都是有 就是我们站在那种死的那边 哦哦 对 啊所以这些树是 这些树是集结的那些灵魂在上面 那这些是来拜死人先领的 拜拜这边 好 拜那些往生传 往生传 那 呃 这边呢 呃 来来 来来 来 这个当地的大哥说 这个当地的大哥说 这个数字大概两百年 两百年前了 嗯 然后we тер 被雷达了这个 然后变成全部都是黑的 哦很黑 真的 真的 來這邊看雷達的地方 雷吉姆 最善的 真的耶 喔 整個都是黑掉的 這邊是他的兒子 像他的 旁邊都是 好像是他的兒子 喔 剛好在旁邊 這個就是 這邊的 像土地老人一樣 土地公 泰國它有兩種 兩種 它的家有一根 就是那個是 它不是土地 那個就是 叫鬼 鬼在的地方 它有四個角 它的家 它有四個角 跟一個角 一個角是 鬼在的地方 四個角是 土地在的地方 對 不一樣 對 就是 當地老人 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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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這些嶺啦 這些嶺要保那啦 這邊 全部這邊啦 有很多嶺啦 現在地上踩的以前都是墳場 對 墳場 對 這個都是以前 之前那在那個跳河的地方是在這邊 在後面那個牆 那可以帶我們去看嗎 那下去 OK 去南湖的路在半路邊 南湖上的很大海的花園 那非常噴心 南湖上的路在九十九 漢浪在半路邊 我們去一點點 當時我們去南湖上的路 那個師傅阿將軍師傅就是 他是第一個人把南湖的目標做出來 他跟那個阿湖多多的關係耶 他不是說阿湖多收府南湖嗎 所以你阿將軍 漢浪在南湖上的路邊 我去南湖ации 我所望 你只是在北湖上的路邊 然後我行為 我把那些車子都合作出香港 你喜歡跟真的有一個人 我就是在北湖上的路邊 3 up under cab 5,5,5,5萬 這個地方 這方法正解率 我會看到 這方法是在北沙是 然後失敗的地區 我看到已經一年有兩年 我看到 我當時到了24,599 有一個國家的路邊 有兩個國家 那是美國人 你看到 2499年的时候,那个师父啊,就是他已经运起了 他是这边的和尚,他来这边就是修炼的时候 那个2499年的时候,然后有一个红色的红火飞过来找他 引证通过来撰上,跟太过来说,接着面脑海利益 大概以3米左右,在这个 Raymondenradtit了 社群的 accelerating以前的时候,根 samples框框框框框框文明 那个文伙他是跟那个师傅和尚讲说 我没有自己的家 没有地方走 他就跟那个和尚说是 你不信我的话你自己挖下面 你坐的下面就是有我的那个骨头 如果你挖出来给大家拜拜 这边都是村都是会好 村庄会好 好神奇 大概三米左右挖下去这个会议 他就看得到 哇 哇 那个和尚就是挖上来 然后就是把那个他的骨灰 然后有其他的七个地方的那个图 就是那种能买的地方 那个图拿来然后做成他的表象 那那下我们 等一下我们就看得到 好 哦好 那就是妈妈跟双铃 双铃 这种都很少 对 如果谁知道哪里双铃死掉的话 大家都想要 然后拿到他的小孩去做古曼 就是最早的古曼就是用真的女生的死胎去做的 不是用堕胎 现在的古曼都是用堕胎 以前都是用 以前都是用 就是母子双铃 就是妈妈死掉 肚子里面还活着 那个里面的小孩就变古曼 真能古曼 那时候昆平就带去打仗 以前就是没有车路 大家都是用那种 吹车啊 用船 用船来这边来找 那时候就是 那个 娜娜是很 就是很泥 大家都很怕 对 有一个 师傅就是去跟从底 都讲说 请她来帮忙娜娜 把她 就是 去跟她修炼 就是 她来到这边 然后把娜娜的冰铃 拿去 然后放在她的腰上 就是第一张 那个 音牌 从阿珍多上 做成的 阿珍多做的 鬼灵音牌 正当他给亚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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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家 人家 また 国 moyens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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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家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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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奈何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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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就是 谁来跟那那 就是想要什么求愿 他都会 会 会有反馈 对 然后来还愿了 好 各位 剛才大家所聽到的這個是廟坊這邊的一個大哥 有點算是這邊的廟宮的概念 然後他跟我們所解說的其實是你外面很少聽到 因為大部分來到這邊其實都是拿網路上的資訊跟你們說 但這個是這位大哥他們當地一直流傳至今 就是口耳相傳 然後是真實故事 就是娜娜的真實故事 現在我們所看到的娜娜金身就是當時用那個土 用粉土跟娜娜的骨灰下去捏塑出來的金身 那這個在外面基本上不太會聽到 就是大多數真的都是網路資訊 所以這次也是非常珍貴 可以讓廟坊的人跟我們做介紹 各位觀眾來要比較特別注意 娜娜這邊的話就是你可以貼他的脖子貼娜娜的小孩 或者是手 但是臉部的話 廟坊這邊是不讓信眾貼的喔 一方面也是尊重娜娜 因為你往臉上貼的話這樣子大家有時候貼的不好 對 我剛有發現他們拜晚都會摸兩個小寶寶 對 帶彩吧 要不要摸一下 摸一下 欸有生餒 剛剛我們有講娜娜肚子裡面有一個小孩 對 這是真娜娜路過 他就是很少機會拿出來 他之前有時候不放喔 然後就是可能最近才拿出來放 因為我上次來的時候是沒有 上次我們上次什麼時候來 一年前來嗎 沒有這個沒有路過 一年前來沒放出來 因為他就是一段時間需要維護啦 對 他裡面都真的精緻 因為 對 比較還願 他畢竟 怕 接觸到空氣會那個啦 會毀損啦 對啦 這娜娜真的路過 娜娜在泰國也真的很紅 就是你們看有一些畫像 然後剛才我們有在現場拍到一些演員 他們是近期又在拍新的一部電影快上映了 演員來到這一個娜娜廟這邊就是在拜拜跟開鏡 大家如果來的話 這裡就是有一些拜拜的貢品 衣服 衣服 他們應該是250泰銖啊 上下 然後這裡有一些是那個女生的用品 這邊是給娜娜的化妝台 我們這一次要請一尊娜娜回到台灣 這是原廟的貢尊第一期的 兩年前做 他說只有做過一次屬於廟方製作 其他都是一些牌商製作來這邊加持 好像只做了199尊 所以等於是我們請回去之後 也會讓信眾可以去貼金箔 就是你代拜這樣子 你們就不用特別跑來泰國 但是也可以在台灣拜 就是他們原廟的貢尊 娜娜第一期 我一直以為娜娜是長頭髮 結果娜娜這樣 因為那是電影的靶像 喔 這彈筒靶像是這樣子 喔 那我們這一尊先放在這邊給他夾子 有啊你看啊 他上面的照片是短頭髮 各位我們近距離的來到娜娜的身旁 各位我們近距離的來到娜娜的身旁 然後就是 大部分泰國他們的宗教信仰是會讓你去貼金箔 就是有祈福的意思 但是娜娜的臉是不能去貼的 就是你可以貼她的脖子 或是貼她的小孩 那唯一比較特別的就是剛才宣購跟大家講 就是當初就是娜娜的小孩 這一次廟方有把它擺出來 就是讓大家也可以去拜 對 那只是說比較特別的是 就是我們現在採的這邊的地板 全部在以前 全部都是墳場 這塊地全部都是墳場 那娜娜她就是從三米挖出來的 挖到她的骨骸 然後才透過師傅把它做成一個法像 讓大家拜 那你看整個就是像娜娜當初跟師傅所講的 拜她她會讓這塊地就是整個變得很繁榮 那確實你看這一間廟越蓋越大 透過娜娜這邊開集起來 然後旁邊就變得越來越大 對